三河入化 此为拱城 东旺有上唐古运 流淌之夜夜 灯如宙 仍依旧 西行有祥福市井 礼弄之人烟 茶汤仙与米田 而这便是获菊而起 荡风云 平天下的一步灯云 老师 我们这个开场一定要这么中二吗 你不懂 这种侠客的气场 一开始就必须拿捏住 灯云桥下 三剑客大隐隐于世 风火系诸侯便是这三把剑之一 风火本名陈正华 土生土长的杭州人 生于江南一语 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西北大漠风沙里 锻造出来的江湖气 在他的文字里 高人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回归柴米油盐 做一个面目清晰的小人物 带着壮志和豪迈 人间生活 他的确把书里的乱世浮生 通通踩进了泥里 但他在自己的生活里 却又不甘平凡 要造出一个乌托巴 听说在您上大学的时候 您的父母想让您考编是吗 对 因为我大学的专业是公共管理 或者说行政管理 那您自己怎么想的吗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 然后就打个比方 我现在的笔名叫 风火七诸侯 但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收到一套生日礼物 它就是东周六国志 然后就随便随便 就想到用了这么一个笔名 但是现在其实很后悔 他的笔名太长了 开签售 怎么会很累的 我现在特别感激 我的大学的辅导员 是他亲自跑到我们家 去跟我爸妈做思想沟通 就说的我爸妈就 一下子就放下心来 那个时候应该刚过千禧年不久 网络文学好像才刚刚清晴 刚刚清晴 特别是那个时候 刚有那个稿筹制度 然后记得很清楚的 收到稿费的第一个月 就有一万多 那是在06年的时候 对一个大学生来说 一个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买书再也不用看价格了 实现了买书自由 买书自由 登云桥畔往李弄寻去 一块铜和李的门牌 与青灰色的旧瓦相得益彰 梦入神机 风火系诸侯 天蚕土豆 三件客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陈振华曾与李虎王中合租 三人同住一房 当时谁又能想到 小小的一间出租屋里 竟然隐藏着三尊网络文学大神 2014年 陈振华以925万元的版税 冲上第九届中国网络作家榜 第十二名 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 全年改编为影视剧 动漫等形象的网文IP高达724部 这股趋势也延续到了2022年 雪中旱刀行热播 那个属于网络文学真正的好时代 来了 工作室环境不错 古色古香的 又离热闹的桥西街区非常近 同时又被这些老的居民楼包围着 也不过安静 对 我看土豆还在一楼开了一个咖啡店 这里应该蛮多粉丝来朝圣的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适合创作 人在山上我能修清静 山上人海吃我也能修得清静 方便透露点您的下一个IP是什么 IP它可能还是一些相对偏武侠一点的 你说文学创作的话 小说的话是这样子 如果说IP改编的话 现在其实也有几个 像雪中的动画的制作 还有游戏的制作 还有近来的一些影视化的剧本改编 也都在进行中 能小小透露一下我们这个游戏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世界地图 它可以有很多探索的乐趣 是一个特别不太一样的雪中世界吧 时至今日 陈振华百度百科词条上的注释 仍是网络作家 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 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 最纯粹的创作氛围 坏的是来自主流文坛的轻视 折服八年 陈振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我马自已经16年了 大概应该有一千多万字 比较自由 那雪中汉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 26岁的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 我这个很清楚 雪中在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年 经常有几个月 它的更新量是2万只 3万只 那个时候的稿费 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 500块钱 那一个月只有300500块钱 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还好 但是我觉得说 当一个作者 他在更新速度和文本内容 质量必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吧 我觉得 创作属于要卖下来 我觉得说 整个网络文学的读者 他们的月读也应该卖下来 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就是一种快销品 商业化的文学大类的 市场对于我在文学做分享来说 它是放在第三位的 第一个是自己 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 你得自己能看下去 然后大量的读者负责 最后才是去考虑正常因素 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 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 一个条底线 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 它应该是故障大类的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 听说你二十步作品 只有七步完结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 这完结的 一步都没有 这完结的应该就是 放一本的小树海猫品 只有这一本 好的 我替广大书民谢谢你 我替广大书民 看我的半肩膀 这么美 小小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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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